大家好我是星辰 这一集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他都尼尔家族他们这些直播设备的一些使用状况 还有像是我们Keylite Wave Neo 它的收音效果 那现在大家听到的声音的话是Wave Neo 它就是一支桌上型的麦克风 那它是采用电容式的新型指向 所以说它在收音效果上 我老实说确实这这应该也不用比啊 你该听的就知道说会比你在一般使用电竞耳机 或者说是比电内建的麦克风还要好的收音效果 那这也是桌上型麦克风强势的地方 它有更清晰的收音也可以有更立体的声音效果 让玩家在或者说让观众在观看你的直播或影片时有比较好的吸引力 那再来的话它收音的话会比较建议就是我们麦克风跟嘴巴 它是还不错在一个水平的高度 但切记不要变成垂直 这样的话它收音效果会不好 那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触控式的麦克风静音功能 像这样 它可以有继续收音 那这是Wave Neo 那现在的灯光的话是来自于我们的Key9 Neo 它是一个小型可携带的LED的补光板 那它是透过USB直接连接 如果说你是接到USB的变压器的话 它最高是12瓦1600米的亮度 那它现在的话我可以直接很直觉的用我的手去控制它 那这也是我觉得这一代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它的Key9 Neo它可以直接透过直接的按键 或者说旋钮来控制它的亮度 它的色温 那或者说它也可以透过USB接到电脑后 透过软体来使用 那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说 我可以使用WiFi来遥控它 那可以搭配我们的软体 或者说我们的Steam Deck 那像我现在桌面上这个Steam Deck 我把它打开 就是我用Webcam来开这台 那现在我设定了几个就是说 例如说我可以开灯关灯 再来是调整亮度 然后调整色温 那当然你想想看会有一点改变啦 那另外一个我设定了Steam Deck的几个效果 是例如说我可以直接 或者说我可以先聆听 监听我麦克风的耳机声音 那还有一个它可以开一键开关那个特效音 像现在这样 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 这个功能真的还蛮强的 可是我自己蛮喜欢OKA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们除了硬体的设计功能强势之外 他们的软体提供的相对完整的一个使用体验 也是让玩家在跨入专业领域之前 在家用或者说在创作上有个不错的产品选择 那现在画面呢 现在大家看到的影像是来自于 Game Capture Neo 他这个人是我透过我们的Sony的外接相机 用HDMI输入的方式透过OBS做录制 那这也是算是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个好的创作者 或者说你想要有比较好的影像画质的话 外接相机HDMI的擷取器 Capture Neo 然后搭配好的Keyline Neo 然后再来我们的Web Neo 你就可以有不错的一个影片的录制跟收音效果 那当然用单言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他还蛮清晰的 那我会比较建议可能要开一些滤镜 或者说一些效果会让可以让脸不会那么 应该说不会那么过于细致啊 那如果说像是像肌肤状况不好的话 这个可能就要需要一些美肌美颜来的外挂做辅助 那我相信这个OBS都能设定 那这个是简单的使用Ogato Neo家族 就是我们的Game Capture Neo 那待会我在用他还截PS5游戏啦 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少了他的Facecam 那还有Keyline Neo 那还有Steam Deck Neo 跟我们的Wave Neo的一个录制影片的测试